嗨 大家好 我是志學長 身為一個釣魚人呢 出門釣魚時總會帶不少工具 尤其還要拍片的時候東西又更多了 這時候釣魚包就很重要了 所以咧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幾款釣魚包的使用心得 那麼釣魚包除了實用之外呢 我覺得好看也很重要 除了釣魚之外呢 平時也很適合使用 好 在開始釣魚之前呢 請各位訂閱我們的頻道 成為CGB的隊友喔 看我們頻道很久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隊長我呢 是呆瓦粉 所以呢 這次所介紹的包包 都是由呆瓦出的 那麼D家出的服飾呢真的是 越來越走潮牌路線了 OK 那首先呢 第一個介紹的是這個 單肩背包 那這款呢 有出兩種大小 那我這一款呢 是小尺寸版本的 那它兩側呢 都有拉鍊 方便可以去拿東西 那前面呢 也有放小東西的錢袋 一樣也是兩面都可以拉開來 那它的底部呢 是房屋材質啦 如果沾到沙土呢 都可以拍一下 它就可以乾淨了 然後它的肩帶 可以固定在左右任何一側 不論你是習慣左背或是右背 那都可以依照個人的習慣去做調整 好 它的肩帶上呢 還附有一個小的 前套 那另外呢 它在各個部位 都有設計低型環 可以去加裝配備 那它的背部呢 有透氣設計啦 所以你背久了也不會有悶熱的感覺 這個包包算是我出行率最高的一個 因為它小小方便喔 然後我平時 沒在釣魚的時候也都是背著它 可是你可以看到上面蠻多實用痕跡啦 重點是也沒有很貴啦 這個大概在新台幣1000上下 那麼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容量 它現在就來塞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一般路牙盒 稍微大一點 然後再來一個零件盒 那因為這個釣魚包是比較小尺寸的啦 通常都是在偷跑的時候 或是小高高的時候會用 那以這個容量呢 來說其實算很夠用的 欸 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 再來呢 是介紹這款油柴包 那這個容量就大滿多的喔 而且它的造型還蠻好看的 油柴包 萬年不敗的經典款式 那它一樣底部是房屋設計 房屋材質的設計 那我們平常拿油柴包呢 要開的時候是要從前面去 而這個包呢 它很方便 它只要從後面這邊拉鍊拉開來 它就可以拿裡面的東西了 那它的內部呢 也有許多可以放東西的口袋 那旁邊呢 還有一個可以放寶特瓶的 杯架 那肩帶呢 是有減壓袋的設計 那這邊有做輔助袋設計喔 這邊 它可以減少背包亂移動的機會 那它一樣在各處都有設計低型環 可以去加裝配件 那這個背包的兩側 它這邊有設計 可以擴充配件的 戰術用袋 那這一邊呢 則是可以伸縮的交叉環帶 這個功用可以 暫時固定你的釣缸 或是把駁外套 在這邊固定住 蠻方便的 那容量的話 現在就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好大型的路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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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大型路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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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燒著 零件盒 好 這樣塞進去都OK 不過還有空間 還有一點空間可以再放 那它容量算是蠻大的 所以我出去釣魚 幾乎都是背這個包 它算是很不錯的選擇 價格比剛剛稍微貴一點 這個大概是在1500上下 好 好那接下來這個包呢 是戴瓦跟潮牌 New Era 聯名推出的小油菜包 這個 那這款有紅色跟黑色兩色 但你知道隊長 我就是 紅色狂樂者 所以當然是調燒包的紅色 那這款包呢 它對於釣魚的用途 實用性沒有前面介紹兩個高 不過New Era跟DAIWA的聯名款 就是 真香啊 聯名款這個包包 它還有很多款式 那大家可以去DAIWA的官網去查詢 那這款包包它主要就是 好看 然後它的內襯呢 也是有 DAIWA的LOGO 那它的內部空間就比較單純一點 那它也有設計這種內袋 方便去管理你的小零件這樣子 那包包呢 它是用魔鬼站去黏貼 那包包呢 所以是用魔鬼站黏貼的 好 在魔鬼站中間呢 也有設計一個小的 空間可以放小東西 容量是比第一個介紹的 這個單肩包 再小一點點 好 我也是比較怕弄髒 所以我這款我幾乎比較 我幾乎沒有拿來釣魚用 好 如果是平常出去逛街可能會用到 來 塞一下 大家看 大德路亞盒 再放一個 就可以 然後銀劍盒 差不多就有點滿 那因為是DAIWA跟 NEWERA的聯名款 所以它的單價比較高一點 這個我入手說是 兩千塊 新台幣 老貓直接是NEWERA的 OK 那接下來介紹出一個就是這個 戰術後背包 那它是DAIWA的卵絲 MALARUDAS系列的商品 MALARUDAS就是綠寶石的意思 那它也沿著這個系列的設計呢 採用這個很漂亮的藍綠色 那它算是一個顏值很高的包包 那這裡背包材質呢 它使用了 防水防雨的材質 那面對這種 有時候釣魚 遇到短陣陣雨呢 應該是 滿好的選擇 那側邊設計的這個 簡易的乾架 增加了移動的方便性 那包包上面呢 有兩條戰術帶 可以去加裝其他的配件 然後其中一條 它也設計了反光材質 在夜間也是蠻好用的 那背面呢 一樣是有透氣網墊 一樣在杯酒的時候 不太會有悶熱感 那這個包呢 我最喜歡它的一點 就在這邊 它有一個 簡易的包冷袋設計 有一個簡易的包冷袋 那它可以放冰水 或是簡單的冷藏魚貨 它不使用的時候 是可以摺疊起來的 真的是非常方便 它容量很大 攝影器才放進去 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先把東西都放進去看看 看看 再放個腳架 再放個腳架 也都沒什麼問題 而且還有點空間喔 算是一個功能很強大的包包 主要是未來遠征的時候來使用 那單價呢 也是我目前入手的 釣魚方面最高的 釣具店的定價大概都在3000塊以上 但看在對D排的信仰以及實用度上 我還是好不猶豫就入手了 以上就是釣魚包的介紹 不知道有沒有提供各位一些參考呢 那如果各大廠商呢 也有釣魚包包想要推薦的 歡迎跟我聯絡喔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都看到這邊了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鍵 訂閱不用錢的啦